你 等你去了国家队 你就跟李格相依为命了 李格去他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他师哥 师哥怎么 师哥就要照顾别人 当然了 我们那时候就是天 行吗 什么叫你们那时候就是这样 无测当年很照顾你吗 下来 干吗 下来 我不 下来你 干吗 无测当年是不是很照顾你 你不会真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你说什么呢 不会对不对 当然了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李格的 我也会照顾好你了 真的 嗯 其实我本来就很会照顾人 你看他忙磨气 那么蠢 我照顾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出错 嗯 我照顾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出错 你又说人家蠢啊 他不蠢吗 你看他忙磨气 诗哥 你说我这些师弟有一个正常人吗 没有 我没关系 我会变成比吴泽更好的师哥的 我希望你是吧 我希望你是吧 您就希望我是吧 给点鼓励呗 怎么鼓励啊 我是这样的 你今天叫我师哥吧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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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把嘴吐给你 到了那儿你们要互相照顾啊 我们可是轻持兄弟 走吧 谁是师哥 废话 当然谁先进队谁是师哥 哪跟哪儿啊 我比你大 这玩意儿不看年龄 懂吗 不是不看年龄 我跟你说 别以为我没看过武侠小说 这玩意儿看师诚 我是你 我师父是你师父 我师父是你师父的师哥 对吧 走不走 走不走 还上飞机等你们啊 走走走 我等了 不知道这个 我没碰过我打电话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 我根本没经历接着电话 我有的 怎么了啊 那不是生理死别 你还真是个生理人做 你走吧 那我走了 一路平安 走 啊 路教练 也照顾好自己 赶紧走吧 说不妈妈呀 我说你师哥 谁谁 谁 谁师哥 我怎么突然有一种 嫁女儿的心情 不是 我说李格 我真是服了你了 采访还能给自己采访饿 我一会儿再跟你细说 你刚看什么呢 小的跟二傻子似的 你看你看 你全国锦标赛的视频 你怎么这么傻呢 你干嘛 你这后拍啊 你还挠我 你别弄我 弄你怎么了 我警告你别弄我 弄你怎么了 你再弄一个 你再弄一个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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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错了 错了 错了错了 错了 现在是要错了 刚才弄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错呢 我弄你怎么了 还嘴硬是不是 我就嘴硬 管不住你了 你管我啊 原来是这样 我说你怎么什么成绩都没有 就被约采访了 原来是让你找经纪人啊 国外体育经纪人还挺多的 国内 不过这两年发展也不错 你怎么想的 我就觉得算了 好好训练比较重要 那就是这个吧 你跟人好好说啊 对我关心就僵了 这是视频上那个人吗 段海诚吧 比视频上还要帅 看到他我都想去练体育 我真没想到咱们学校还有这种好动 我真没想到咱们学校还有这种好动 视频上都是向你表白的 那 你介意他们喜欢我吗 不啊 难不才让他们讨厌你啊 那如果是那种喜欢呢 万一 我就变得很有名 好有钱 然后就变坏了 然后就不要你了 你怎么办 你不会 喂 就是吗 没有为什么 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就是知道 如果你是 我也不会喜欢你 表婚吧 真的 真的 上次在江州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要对你负责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家认定的儿媳 我要是不娶你的话 我的腿会被打断的 真的 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就答应我吧 好不好 真的 答应我吧 你们家是什么自己帮你了 那一张赶考天还得娶什么 不是 你不答应我 是不是因为 我的求婚不够正式 我知道不够正式 那我们订婚 订婚就行了 订婚你总可以答应我吧 过两天就要去国家对报道了 你不好好想想亚锦菜 你脑子想什么呀 结婚啊 给你三秒 那咋给我签了 我说了 我不去 那你就给我滚 别赖到我这儿 行 我还是看透你了 因为我要是想把我拆了是吧 羡慕杀驴 我想 快快快快 出去 快快快 我跟他说话 我跟他聊 你先出去 你别说话 说说吧 为什么不想去啊